那写完了这样一个decoder之后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合起来了吧 合起来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构造咱们的一个序列到序列的模型了吧 嗯 在这里就是啊 我们先写这样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当中啊 就是啊 这些就是我们刚才去写的这个函数 嗯 在这里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些函数啊写好了 就是嗯 怎么样做处理啊 怎么样构造网络结构 然后在这里呢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一个整体的网络啊 再给它连在一起了 从头到尾穿成一条线 穿成一条线之后呢 我们有了网络模型啊 我们就可以定义超参数了 定义啊 比如说现在我定一个epoch basisize rnsize啊 还有咱们的layers的一个大小 这个inbedding的一个size 就是有一个decoding的一个映射 还有以上一个decoding映射吧 在这里啊 就是图简单啊 我们都给它映射成15就可以了 一个基础的学义率是什么 这些呢 就是我们基础的一些参数 嗯 设定完这些参数之后啊 下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操作了 就是在tenderflow当中啊 我们实际的去做这样一件事 不就可以了吗 先是啊 把我的一个输入拿过来啊 这就是刚才咱们指定的一个数据 预处理的模块 先把我的输入拿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 咱们的一个模型吧 用模型当中 我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结果拿出来 有了结果之后啊 我就可以看一下啊 这块有东西叫做一个sequence的一个mask sequence的一个mask 其实就是说 嗯 它会帮咱们去对比某一个位置啊 它是一不一致的 就是 其实啊 这也就这么跟大家说吧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mask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在这里啊 就是我在计算一个sequence loss的时候 把这个mask传进去了 那它其实 它帮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来看 这块 当我在做的时候 有个东西叫做一个endover sentence吧 那也就是说 现在呢 就是说 我让它去计算loss的时候 endover sentence啊 这一步就是所有这个标志位啊 它是不参与咱们loss的计算 极差的地方啊 就是啊 它跟咱们的一个softmax的一个loss计算啊 嗯 是一致的 都是看它是跟我们结果是不是一致的 做这样一个softmax一个loss 就是啊 其实用这个mask啊 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 不把我们的一个 嗯 不把我们的一个最终的endover sentence啊 那个标志位参加我们的一个预算啊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 那接下来就是你指定好了咱们的一个loss function 这里呢 咱们就用嗯 sensorflow给咱们提供好的 有这样一个sequence loss 帮咱们去预测一下 嗯 帮咱们看一下咱们预测输出的一个结果 跟咱们target的值啊 是不是一致的 用那个softmax 然后呢 指定一个automazizer 等于我的一个优化器 然后下面呢 就是你也可以啊 直接去minimize 你也可以执行一些小操作 嗯 在这里啊 就是啊 我们来看吧 这是一个t度 t度呢 进行了一个求解 对于我当前的cost 进行一个t度的求解 然后呢 在这里你可以t度啊 做一个防范的操作 防范操作啊 就是做一个结断啊 结断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一个t度啊 可能发生一些爆炸 或者是一些t度消失的现象吧 所以说啊 你也可以限制一个t度的范围 你可以指定一个啊 区间值 去给提 去对咱们的一个t度数据啊 进行一个结断 就相当于是啊 防止咱们一个t度的一个消失 或者是爆炸的一个事情 然后最终啊 再把我的一个就是啊 t度下降的结果 应用到当前的automazizer 这样我就可以完成一个数据了吧 然后下面啊 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操作了 就是比如说 咱们现在要一个batch 一个batch去取数据 取数据的时候啊 咱们就在这里 还要做一些预处理 比如说 取batch的时候 我就需要呀 这个batch 咱们刚才是否要求 同一个batch里的数据啊 大小必须是一致的吧 所以说 对batch数据 我要给它进行一个补权 要保证啊 咱们batch当中 每行的一个sequence lance啊 都是一个一致的 这些操作啊 我们就在这里去执行了 然后下面呢 就是我们可以执行一个 怎么样去取这个batch 然后取batch的时候啊 顺便把每一个长度啊 都有的计算下来啊 这就是一些基本操作 这也就不说了 很简单啊 就是指定一个start 指定咱们的一个and 相当于是两个缩影符嘛 然后你去按照你batchsize 去把这个数据取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做这样一个piting像 做一个piting像啊 就相当于是 你先定义好啊 咱们这个numpagray 然后往里边就是 你不是定义了pad的相 等于什么值吗 再把那个值啊 传进去啊 就可以了 就这一用圈 有一个sourcepad的int吧 还有个targetpad的int啊 用pad的值 进行一个填充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就是有个train 还有个validation 相当于是 我们先是把我的数据啊 分成两部分 然后这里咱们比较简单啊 就是train的时候 是用绝大多数去train的 然后只用一个patchsize 拿出来做我的validation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接下来打印的时候就是 每五十四迭代 我打印一下 当前的一个loss结果是什么 下面呢 就是我们tensorflow 一些最基本的操作 斜上咱们的一个两个循环 外层循环是epoch 里层循环是这样一个 每一个拜执 每一个拜执精迭代 然后呢 用我的实际的一个值 用session实际的去run一下 咱们的train的operation 把我的一个loss值啊 我可以拿出来 一会儿给它显示一下 那下面呢 就是啊 我可以打印一下 咱们的一个结果了 最终啊 把我的模型 给它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结果吧 下面就是我的一个结果 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执行60个epoch吧 咱们就来看 每个epoch啊 它都会打印出来 当前的一个loss值 是什么啊 有一个train loss 还有一个valuedation loss valuedation啊 咱们就是用其中的一个batch 去做了这样一个事 然后train loss呢 咱们就是指定啊 就是当前训练的一个loss 随着咱们epoch上升啊 我们的loss值是越来越低吧 最终是基本上 接近于一个宝盒0.0几 它就不动了 所以说呢 就是在这里啊 我们只需要迭代一个64啊 差不多 60个epoch差不多可以了 最后呢 把我们的模型啊 进行一个保存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测试了 这样就完成了我的一个 就是啊 序列到序列的一个模型的训练吧 嗯 可以说啊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难点 因为呢 tensorflow已经把最难的 就是t2计算了 还有怎么样进行更新这步啊 给咱们封装好了 所以说嗯 当咱们在用的时候啊 我就可以直接去按照tensorflow的一个格式 去给大家 就是用啊 tensorflow给大家要求的格式啊 去指定啊 咱们的一个序列的网络就可以了 其实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把输入数据准备好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了 有一个source 有个target 我们就可以去做了 那最终呢 嗯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预测的结果 嗯 预测这块啊 就是跟之前都是差不多的 我就不说了 直接调赞的model 然后session的实际去run一下 咱们当前结果就可以得出来我的一个结果了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 嗯 比如说啊 当前的一个输入是一个common cummon 那这个common啊 就是我们是要给它转换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啊 需要它是一个按字母顺序的吧 比如说转换完之后 嗯 这个它可能离最大的还差个1 所以说给它加上了一个pad像 做了这样一个东西 嗯 这个pad像 它可能编号默认是0 然后转换完呢 cmmonoo啊 最后还有个终止符吧 这个就是我转换完后的一个结果 相当于啊 咱们的一个序列网络啊 学到了 对于当前的一个输入 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序列输出 是一个符合逻辑的一个标准的啊 就是说 嗯 咱们的 这个 就是decoder 还有decoder 确实能够帮助咱们完成这样一个事情 那其实啊 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纵排序啊 咱们大可不必做这样一个事吧 就是直接指令规则也可以 但是实际上呢 在咱们生活当中啊 比如说你就是想做一个对话 想做一个翻译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没有 没有规则可循的时候怎么办呢 没有一些硬性的规则可循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去啊 从数据库当中去挖掘出来这样一个关联了 什么样的两句话关联可能性是最大呢 咱们就把它拿出来 这个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啊 怎么样用TensorFlow去做一个最简单的 也是比较基本的咱们的一个嗯 就是序列到序列的一个模型啊 大家感兴趣啊 也可以去自己的啊 把这个TensorFlow安装起来 然后咱们实现啊 这样一个咱们序列到序列的网络模型 然后呢 它就会啊 帮咱们去预测一下 当前的一个单词书件之后啊 它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了 嗯 虽然说咱们没指定一个比较格子吧 但是咱们的decoder和decoder 确实能帮助咱们做这件事吧 我觉得啊 这个东西做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而且它的效果确实来说还是不错的 嗯